刘培元的英文教室一次多译篇 那我们来看五个很神奇的一次多译的例子 Hit就是打到吗 那当然也可以当名字安打 但是呢 常常会用到一个意思就是 大成功非常成功的 脉搓很好的 Hit就是屁股吗 可是呢有一个意思跟它差很多 熟知最新流行的 就是消息很灵通的 对最近一些流行的很熟悉的 Dive潜水啊 或者飞机俯冲啊 而是它在那个临时轰炸机日本的俯冲啊 或者美国的鱼雷飞机俯冲 但是呢廉价酒磅 哦差很多 Division是 这边那个改一下 Division就是 比如说它有很多意思了 比如说我们说出法了 Division 加法是Addition 那出法 Division当然也是分布了 就是分支单位等等意思 或者分开 这边当然写出法了 或者是分开的意思 可是呢 它也可以是军队里面一个师 师 就是军队一般是军团嘛 再来是军嘛 再师再旅啊 再来团啊 营啊 连啊 排啊 班啊 等等的 它也是 这个出法 或者一般就是分开 分配 跟这个军队的师 差很多 那Acute 它是锐利的 Acute 或者很灵敏的 它也可以是数学里面的锐角 所以你说锐角这个字怎么讲 其实也不是很难 就是很锐利的意思 Acute 或者很灵敏的 很聪明的 都可以 这个 都有一个锐字 但意思是完全不一样 锐利的 别锐角的 那我们看看 它的意思 我们了解 用英文来讲它的意思 就hit 就是a great success 很大的成功 就是hit 而不再是达到 hip 不再是peak 而是familiar with the latest styles familiar就是 很熟悉的 很清楚的 familiar 和这个 这个 latest style 跟最近的 最新的 latest是最新的 style 就是说各种的 style 各种流行的趋势 style 也不用翻成那个style 一般的那个 模式 就是最新的 一些流行的趋势 train train就是趋势 这个 这个是标准趋势 就最新的 最新的样式 最近流行的样式 趋势 还有一些新闻等等 就是收视最新的 流行的东西 它形容词 那我们待会从例句 就可以看出来 像dive achieve bar or taven 这个bar跟taven 两个都是酒吧 两个有点像 都有点像 那当然那个 那当然那个 我们说酒吧 taven中文我们说酒馆 酒吧酒馆两个 两个也差不多 那但是taven當然也卖一点吃的 那bar就是喝酒 当然你说一点点点心 它是也会有的 可是taven就是 taven他有的时候 当然也会住宿 有时候可能住宿 可能不住宿 但他可能再卖一点 晚餐什么等等的 就是比那个bar 两个都是卖酒的 但taven可能多卖一点 吃的东西 大概这个意思 而不再是潜水 a division a division is a large military unit 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军队的一个单位 or formation 或者一种排列 一种正式 通常呢 usually consisting of between 就是 一万人到 两万五千人的军人 一个是 当然这是英文的讲法 在中国来讲的话 一个是 当然也差不多啦 但是大概不会到两万多 就是中国 最少的时候 有时候还不到一万人 有时候八九千人 有时候一万多人 所以这个编制 是英国式讲法 中国 就是一万多人 也是常有 但有的时候 也不到一万人 这倒无所谓啦 不一定 一个军队的一个大的单位 通常 在一万人到 两万五千人 锐角就是 LAST IN 90 DEGREE 就是小于九十度 这个度 这个字 这个标点 很小 九十度 就是 顿角 就是超过九十度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例句就知道 他 来学习 学习他使用的方法 HIT 大为成功 The popular singer's new album was quite a hit 这个很流行的 popular 很受欢迎的歌手 歌星 歌手 他的新的album album 我们一般 最早的是 那个相簿 相簿 但是呢 这也是一支多一 但它也可以是 专辑 就是 我们最早就是album 为什么呢 这个最早的唱片 黑胶唱片呢 它就是 一大张的 感觉上有点像 相簿 当然也不是很像的 反正最早是相簿 后来就变成 唱片的那个封套 后来变专辑 这个很受欢迎的歌手 他的新专辑呢 was quite a hit 你不要翻译成 他是很 打得到 那就不通 就是 卖的红火 HIT 大为成功 所以常常影视 常常会用到 这个影集 电影 就常常 卖的红火 大成功 HIT 那这屁股呢 这变成熟知流行的 My brother is here to various new cars 我兄弟呢 对新车 各种新车 但你也可以 不止新车 对新的歌手 对新的电影 对新的什么 这个 这个 餐厅啊 旅馆啊 旅游啊 这个 等等的 都非常 如属家增 如必所指 这就是HIT My brother is hip to various new cars 那廉价酒吧 Dive Sellers usually went to dives when they were off 水手呢 常常去往那个 小酒吧 便宜的酒吧 因为薪水有限嘛 或省点花 还要存点钱 要寄回家嘛 Off Off这个是 一直太多了 这个 你也可以 这边当然是说 我们说休假的时候 不在 不在上班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说 断线啊 离线啊 就是上网的时候 离线啊 或者离去啦 离开啦 或者脱离 所以他意思很多 随手在休假的时候 往小酒吧跑 bar A dive 廉价的酒吧 That division The whole army division retreated when they were defeated in a battle 这整个陆军师呢 retreat 后撤退了 when they were defeated in a battle 他们在一个战役当中 被击败了 那有人可能会觉得 battle 这个字也看过 战役 可是跟war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这个 我们叫字意学啦 每一个字 它有它的意思 但你说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意思很像 那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字 因为他们都有一点 些微不同的意思在 那有的时候 你搞不清楚 会觉得它一样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battle 战役 跟war 两个都是战斗啊 战役啊 战争啊 用中文翻没什么差 可它差在哪里呢 一个 像二十大战就是war 这是一个连续性的 一个大型 连续性的战争 叫war 那可是 二十大战里面 很多场战役啊 那一场战役 我们 所以有时候会翻战役 就是一场 单独一场 叫battle 那战争呢 那战争就是比较广啊 有很多场战役啊 那就war 所以war的时间比较久 比较连续性时间比较久 battle就是单一的 像它意思就不一样 这其他的 很多英文字 意思差不多 可是你真的要研究起来的话 它有些些微 所以 为什么像那个 美国中文演说啦 大人物啦 演讲啊 甚至新闻报道啦 尤其是法律的文件 它叫推敲 每一个字 到底这个意思 跟那个字 到底要用哪一个字 查字典 大家研究一下 这个字 有什么意思 那个字啊 就是引经据点 所以有时候字要推敲 推敲就是韩玉啦 韩玉它在写诗的时候 到底声敲越下门 还是声推越下门 所以有这个成语 到底是推门呢 还是敲门 所以后来就叫 成语叫推敲 acute 就是锐脚 低于 小于90度的 那大于 那个 顿角是 abtuse 那有机会再说 那是顿角 大于90度的 A triangle has 3 acute angles 一个三角形呢 它有两个或三个锐脚 当然它不可能超过三个吗 两个也可能 或者三个都锐脚 就是 如果两个锐脚 加一个顿角 或者三个都是锐脚 可以的 就是锐脚 小于90度的脚 那我们最后 再念一次这个 句子 那我们这时候 心里就想 它这个 一次多余的意思 hit 是成功 大为成功 名词 名词 The public singer's new album was quite a hit 不要念成 heat hit 短音带二 hit 这也是一样 hip 而不是heep 熟知最新流行的 My brother's hip to various new chords 廉价的酒吧 Sellers usually went to dives when they were off 像这种就单独念 念清楚 念慢一点 因为它是关键字 所以我们英文念念的时候 就说关键字 你念慢一点 念清楚一点 那其他就是 不是很重要的 可是句子里面又有人就可以 所以 为什么美国英会联音 联音就是说 它关键字 它念慢一点 其他比较次等的 不太重要 它就滑过去 那英国英就是 尽量都念清楚 当然还是 关键字会念重一点 没错 可是它们尽量力求 每一个字发音都很清楚 所以我们说英国英 King's English 尤其伦敦那边的 国王式的英文 它是最正统 不像美国华英 有的华得过分了 或者有的英 后面像山 Mountain 有人念Mound Mound 就是中西部 它特殊 英国就觉得 有点吐气 念不清楚 然后诗就是 The whole army division retreated when they were defeated in a battle 这是大卷神 Battle 不要念成 Battle Battle 北投 念成北投 士林 Battle Acute 锐角 锐角的形容词 A triangle has two or more or three acute angles 这也是大卷神 Angles 角度 Angle 有时候我们常会跟那个Angel 就是天使 会搞混 那天使顺便提 你说天使的 Angel是天使 那天使的呢 如天使的 好像天使 Angelic Angelic 顺便提一下 它有个形容词 那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留言 这期讲到这里